想要畅玩黑城外悟空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因为PC版需要我们自己优化 下面分享我的全面优化方案 第一步 在玩之前先更新响卡驱动 8月20号英伟达发布了一款黑城外悟空的专属优化驱动 N卡玩家特别是40系响卡 建议用这版驱动或者更新的 第二 有条件尽量用手柄玩 最好用有线手柄玩 因为有线相对无线 延时更低 反应更快 这点延时区别对于手参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再打不过大头 就不能说是无线手柄的问题了 好下一个 我们在玩游戏之前最好让电脑重启一下 启动后什么软件都不要开 只打开黑城外悟空 后台也不要挂什么聊天软件 不要跟我一样 本来是70多人玩的挺好 切回桌面回几个消息 回来再玩发现50帧了 而且还卡顿 只能重启解决 第四 重点来了 那就是显卡设置 我的宗旨是以稳定的帧率为目标 不要一味的提高画质 虽然这个游戏确实很漂亮 场景跑分测试最好能到70帧以上 在这我要提醒各位 这游戏不同场景帧率差很多啊 比如刚开始看到二郎神的时候 我这儿能跑90多帧 等到桃子那段变成60多帧了 一缕白岩特效变成40多帧 然后跑图打斗50多帧 我听说后面遇到黑熊怪 帧率还得降 我尝试过很多设置方案 最后还是系统默认推荐的不错 我用的是4080响卡 它推荐的是4K分辨率 全影视级 光追超高 DLSS50 开真声程 在这个配置下 树林跑图 还有新手村三个boss 都能稳70多帧 黑熊怪悟空对40系响卡优化很好 可以开DLS的真声程 但是30系响卡 或者更早的 想要真声程 那就只能开FS2了 网上有很多不同响卡 对应的图形设置优化方案 在这我就不重复了 反正GTX1066和RX588都能玩 连Steam Deck掌机也能玩 有他们垫底还怕什么 大不了降点画质呗 最后一条 如果boss 比如说那个大头 反反复复尝试 怎么也打不过 打两天还是打不过 那就去看一下教程 我开始打大头和广致 也打了很多次 后来看了教程 发现我的天赋点点错了 二段棍没点出来 输出差了好多 差了一倍 等点出来之后 两三把就把广致给过了 好了 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算是抛砖引玉 给大家参考